作词 聖筹 作曲 聖筹 作词 聖筹 编曲 聖筹 编曲 聖筹 编曲 聖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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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鸦编长 悠悠眼不老 夜或啥 不经风雨吹不倒 青青河边草 绵绵到海角 海角路不尽 相互情未了 青青河边草 又有天不老 夜过少不尽 呀海风雨吹不倒 青青河边草 绵绵到海角 海角路不尽 相互情未了 无论春夏与秋冬 一样清脆一样好 无论南北与湿冬 但愿相随百中冬 都爱愿相随到风浪 青青河边草 又有天不老 夜过少不尽 夜过少不尽 又有天不老 夜过少不尽 又有天不老 呀海风雨吹不倒 青青河边草 古江河边草 都爱愿相随到海角 海角路不尽 相思期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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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天不老 烈火烧不尽呀 哈冬也吹不到 青青火变草 又又天不老 烈火烧不尽呀 哈冬也吹不到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他也留亲戚 就是欺负又林 还有那几个男男女女 大大小小的 自然是青青的帮手 眼前已经是够乱的了 这一来岂不是乱上加乱 是啊 爹 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请您不要因为心存成见 而误会我的朋友 事实上他们也是又林的朋友 没有患学生 又林也会很高兴见到他们的 我很怀疑 不要怀疑 试着从感情的角度去看好吗 他们固然是知识轻轻的没有错 可是远道而来的目的 难道没有对我的思念 对我的关怀吗 你们也年轻过也有朋友 难道你们不曾因为非常想念某个人 而有一股冲动的想去探望他 爹 您也有拜把之交吧 您也有规众并有的 是不是 那么热地体会一下现在的情形 其实不难理解也并不复杂 他们几个男男女女 大大小小 都是很可爱的人呢 物以类聚 所以可想而知 清清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当然了口说无凭 不过你们好歹也给我个机会 才好印证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吗 就算证明了你说的是实话 你便亡想怎么样 那么爹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以住下来了 没关系 反正可爱也好 不可爱也好 都不能影响什么的 对不对 好了好了 算你有理 总而言之 你离家在外这段期间 确实靠朋友照顾不少 但就这一点 娘也不能不依你了 哎 好了 不过 我先跟你说呀 是朋友 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 既然你口口声声 说他们可爱 我们顾且相信 他们会有分寸师大体 不会在你跟爹娘之间 制造矛盾 导演冲突 倘若有之 那也是他们自己失了本分 到时候 你可别说爹娘不通情你 是 太太 清清姑娘来了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你坐下来吧 是 不 太太 我 把头抬起来 让我瞧瞧 莫怪世卫如此忠于你 你可知道他为了你 把咱们何家与画家闹了个天翻地覆 我不知道 不是 我是说 我知道她会闹 可我不清楚闹成了怎样 我对不起 对不起 太太 千万不要误会 我这次来 绝对不是来闹的 我只是 只是太想念失伪了 坐下 坐下 甭紧张 看来 你也不像是个刁砖的孩子 这我倒有点糊涂 任我们好说歹说 侍卫硬是要跟画家那边退婚 我当是受了一个影响 是不是呢 我 我 我早就知道自己是配不上她的 现在 我 我更清楚这一点了 太太 我只求能留在她身边 其他我什么也不计较的 你有这个想法 一切就好商量了 想象与真实的情形 到底有些差距 不计较的 我想 我应该对你多了解一些 虽然市委把她的遭遇都告诉我们 但是经过是那么的曲折 坦白的说 我只记得重点 其他的印象就模模糊糊的 据市委说 你们是在半路上遇见的 是吧 是 原来家住在哪儿 东山村 在婉平县 哦 那跟咱们北京离得不远嘛 是啊 那个小草是你的妹妹吗 是邻居 我看着她长大 讲感情 她就像我亲妹妹一样 哦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听市委说 这孩子挺可怜 尽受虐待 嗯 所以我才带她到傅家庄去寻亲的 那么 你自己的家人呢 你带她走 你爹娘放心啊 我爹娘早死 早过世了 我同我大哥大嫂住在一起 然而他们居然放心 你就这么带着一个孩子走了 我们根本是逃走的 你们是逃走的 为什么 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 哪来的勇气就这么逃家远走 仅仅是为了帮小草去寻亲 嗯 怎么样 伯母没有为难你吧 他有没有对你很凶 或骂你什么的 没有啦 他从头到尾 对我都客客气气的 嘿 你瞧 我就说嘛 大哥人那么好 他的爹娘也肯定是好的 那可不一定 是啊 像我爹人就很好嘛 偏偏生出我哥 就这么凶 你给我闭嘴 哎呦 你搞凶吧 你快跑了 哎 不我们都跟你说些什么 就是些话家常啊 他说应该多了解我一些 哎 这不是很好吗 看来他似乎不像外表那么严肃 其实满海可轻的哦 嗯 是啊 怎么了 为什么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 没 没什么啦 我只是有点担心 不晓得自己 有没有应对不得体的地方 不会啦 就算有也没多大关系 又不是只见这么一次面 你住在这儿天天都可以见面的呀 慢慢的就不会这么紧张啦 应对也会自然得多 对 别为这种小事刚刚一会儿 要对自己有信心嘛 啊 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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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文小草 好久不见你们都好吗 好 华老师 我们可想你啦 真的 嗯 真的 老师叫我们做的小玩意儿 刚讲的故事 叫我们唱的歌 我们统统都没忘 是吗 嗯 你是个小小儿啦 我是个小小姑娘 今天高高兴兴 高高兴兴 高高兴兴聚一趟 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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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慈爱 小口敞开 轻言 绪如蝶娘 唱得好极了 我听了真高兴 我也很想你 回到北京这几个月 每一个小朋友的面孔 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 人生的际遇真奇妙 虽然我在扬州 只有短短的夙月 但却给我留下了太多 太深刻的记忆 成为一个我毕生难忘的地方 嗯 三位别来无恙 托福 托福 听说不久前 你和十六定了亲 恭喜你们了 谢谢 所以说 没有永远好不了的伤口 你瞧我 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栗子吗 你是个幸运的人 我现在真觉得 老天爷挺偏心的 好像对你们两位男士 特别的眷顾 瞧 世伟不也很幸运 有两个女人 一个为她千辛万苦 由北追到南 一个为她风尘仆仆 由南追到北 跟少迁一比 你自己说 你的幸运 是不是更胜三分 我想她宁愿不要这么多幸运 因为幸运过了头 反而变成一种麻烦 一种负担 我们单独谈谈好吗 我的意思是 你愿意跟我单独谈谈吗 有何不可 咱们一块儿逛逛花园吧 老师老师 你也带我和小草一块儿去吧 嗯 这样吧 你们俩先去做一件事 找一些纸张 才成方方正正的 再找一些竹签 回头我教你们坐风车 咱们到花园去玩 好不好 好啊 这个有意思 走吧走吧 咱们快去准备去 嗯 咱们也走吧 好啊 现在我才明白 怪不得磨蹭了几个月 都解决不了问题呢 原来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都像你这么黏黏糊糊的 那要耗到什么时候啊 哎呀 我们也知道这事儿很困难 可是青青已经来了 可能是不得了准备去 他的处境更难啊 他在杨州想你 等你 真是受够了折磨 你若心疼他 不想让他再受委屈 那就应该拿出 明确的态度来才是啊 就是 像刚才这种情况 你怎么能装龙作哑呢 换了我 早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华严林了 游北追到南的那个 是自讨没气 注定不幸 游南追到北的这个 才是你真心所爱的人呢 我知道 但这种话你要我怎么说出口呢 你们不晓得 又林一直在帮我的忙 要不是他挡着 早在袁小姐之前 我们只怕已经被迫澄清了 我心里头对他除了感激之外 还有更深的歉意 因为在他忙着游说 我们两家家长的时候 我知道他的心情 是非常矛盾和痛 慢点 慢点 他既帮你挡 又帮你游说 听起来你们还真有点 并肩作战的意思啊 对啊 既然他肯定站在你这边 那证明他同意退婚了 那为什么还解决不了 他也怎么会矛盾痛苦呢 你真的把我们给搞得糊里糊涂的 谁说他同意退婚的 他根本就要这个婚姻嘛 因为他 因为 怎么了 你说呀 他爱上我了 什么 他 他可以不放我的 他拥有两家家长最强烈最坚定的支持 可是他却愿意苦他自己反过来支持我 你们说我还能怎么样 我还忍心怎么样 你真要你 好 受机了 人家一说爱上你 你马上就心软 慢着不想想当初我追青青的时候 虽然没有很露骨地把爱挂在嘴边 可我也不断地在你行动来表示啊 可结果呢 还不是让他用一个个软钉子都把我给碰回来了 小心 後來看對付我這木頭木腦的人 實在是不管用了 乾脆狠心用大狼頭一敲 這才把我敲醒了 人家可是一點也不含糊 要是心軟的話 不早被我追到手了 那今天還用點受這罪嗎 小姐 我跟你說正經的 你少得那給我幾枚弄癢 我告訴你啊 輕輕一個弱女子 都可以做到意志堅定 你堂堂男子漢別人沒用好不好 男追你隔崇山 女追男隔崇煞 這話真是一點也不講 你瞧 人家就這麼一句話就弄了你 迷迷糊糊暈了逃了你 這麼一臭血 免得 石柳 他 他去哪兒啊 找地方生命去去了 你這個傻瓜大笨蛋 能跟你實驗室還看你們懂 拼命說得不停 想想看你剛才說那些話 他們吃味了才怪的 快去啊 糟了 你太慘了 快去 不要 謝我 為什麼要謝我 因為你救了侍衛一命 他都告訴我了 聽說 因此在你手背上 留下一道不短的刀疤是不是 啊 當時的確不短 不過 現在已經短了半截 再過段時間 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我真不明白 為什麼每個人 對這件事都大驚小怪的 救人嘛 並不只是男人可以 女流之中 也不乏有勇氣者 所謂 對金國英雄事業 我 我不知道什麼是金國英雄 我只知道 你肯不顧自己生命危險 去救侍衛 那不光是有勇氣就辦得到的 還有別的不是嗎 難道他沒告訴你 我一直在做什麼呢 我盡力在說服我們父母放了他 這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明理的話 就不應該再說這些 來增添我的困擾 請你不要生氣 我 我嘴真笨 跟你兜圈子幹什麼呢 我直接說好了 我想 像重提 在揚州跟你說過的事 今天不怕你笑我沒出息 不知羞 我都要恳求你答應 讓我坐下好不好 我可以誠實地告訴你 來到北京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麼天真 這豪華的門地 根本超出我所能想像的 在揚州我就說過 我不是不知輕重的人 當然 那時候的我 多少心裡還有點委屈 可是現在的我 卻是心裡充滿了感動 因為換作是我 我也一樣會不要命地去救侍衛 所以我真的了解 你對侍衛的感情有多麼的強烈 我相信侍衛也不是沒有感覺的 他跟你說什麼了嗎 我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這句話重提 又是你自己的意思呢 還是跟侍衛商量過的 我以為 如果我們兩個談得攏 是我也不會反對吧 先來跟你說 是因為我要讓你知道 如果你一時還不能接納我 我可以先做丫頭伺候你們 慢慢地等 等到有一天 你比較喜歡我的再說 就像婆婆跟月娘一樣 好不好 你真傻 不管是做小也好 丫頭也好 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 那就是 你始終是世偉的最愛 我知道你說這些話 是誠心誠意的 並非調侃 可是 如果我點了頭 就等於讓自己 接受了你的施捨 變成一個很悲哀的人 怎麼會呢 我 我絕沒有那個意思 怎麼辦 你要我怎麼說 你才肯答應呢 別說了 你什麼都不用說 真是 任世偉自己來跟我說 你說什麼 你要我去跟幽靈求婚 你還點頭 你 還有那我們的山盟海誓呢 我回來鬧得雞飛狗跳 是為了什麼 你知不知道 花伯伯一看了我就紅眉毛綠眼睛 花伯伯跟著從來沒給過我好臉色看 我爹被我欺得頭髮不知白的多少根 我爹被我急了幾乎一偷知道 死在我的面前 這些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嗎 為我 為我 就是為我把你陷入這麼為難的處境 讓別人看你是絕情絕義 讓你父母看你是不仁不孝 所以我良心好不安啊 真的愛你 就不敢用海誓山盟綁死你 你好太自私 而且 我也沒有那麼好 只得你捨棄一個真正優秀 真心愛你的話又靈 不是嗎 不是不是 我曾經跟你說過 我心裡面沒有那個天平 你為什麼非要假設有一個呢 我不是覺得真的有一個 也許 現在你是不願意成為 可我不希望在你娶了我一年或兩年以後 你才慢慢承認她的存在 而且覺得遺憾 你胡說 你會這麼想 根本就對我一點信心也沒有嗎 我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如果我是華有靈 那我想我夠資格 讓你不行鬧翻天地爭取我 但我不是啊 現在我只感到壓力好大 我要怎麼樣讓你跟所有的人覺得值得呢 我沒有那麼大的能耐啊 所以 不如給我一個小小的角落 沒有冥粉 沒有風光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能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當然 可能有的時候會吃點小醋 不過其他的時候 我都會非常快樂非常滿足的 你在試探我嗎 不是試探 而是在說一個事實 你已經被她打動了 又來了 你又在那瞎猜胡亂假設了 看著我的眼睛 看著我的眼睛 我又在說一眼 如果你敢說 話用力沒有讓你心動 一點點都沒有 那我就不再逼你了 你說呀 說呀 你怎么不说 天哪,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 硬是把我塞到别人怀里去 你好大方,好慷慨 所以舍得把我拱手让人,是不是 是不是嘛 天哪,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 硬是把我塞到别人怀里去 你好大方,好慷慨 所以舍得把我拱手让人,是不是 是不是嘛 不是,不是 我不是要把你让给他 而是要和他共同拥有你 因为他动心,是人情之常 他对你这么好 如果你对他还能狠心伤害 那你就不是我所喜欢的诗位了 我对你这么了解 你的心那么好 当初对不认识的我和小草 都能拔刀相助 怎么可能对坏友离残忍绝情呢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你根本不需要有罪恶感 我们三个人一开始就注定要牵扯在一起 就像老爷,婆婆跟月娘的情形一样 他们之间虽然有冲突 有酸也有苦 有矛盾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受了伤 另外两个人也不会快乐的,对不对 现在他们很圆满地生活在一起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也选择同样的路来走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也选择同样的路来走呢 不要有谁受伤心伤 不要有谁对不起谁 不要有谁对不起谁 这要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我们边 trace 我们亲爱说 没有好没有 inspired 没错 可是仇恶 是odore 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出来会觉得蛮荒谬的 不过秦琳一定要相信我的诚意 我愿意履行我们的婚约 你愿意吗 能不能告诉我 秦琳是怎么样说服你的 一定要问 你要让我相信你有诚意 就得说出来让我相信 老是搞得愁云惨雾的 你我都辛苦 又尽是折磨老人家 于心又不安 不如皆大欢喜好了 我想我们三人经过这么多的折腾 现在终于可以彼此容纳 彼此相爱相惜了 原来你对这件事情完全不接受的 为什么会改变呢 以我的个性 我对人生的看法 对感情的看法 我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 让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 为什么 总有个原因吧 原因原因 好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因为你的勇气 你的风度 你的善良 你的刚柔病气 你的豪放不羁 你的一切一切 都让我为你心动了 这算什么吗 你看清清联手逼供是不是 怎么了 我很好 想不到 专情如你 坚贞不宜如你 也有为我坏又灵 而动心的一天 你不知道 你这一句话 对于我有多大的愤怒 原来我也有地方 可以和亲亲相提并 你这算是调侃吗 不是 我的眼泪可以证明 我绝无此理 你刚才所说的 都是真心话 关于 为我动心 百分之百的真实 又灵 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实在是叫人难以抗拒的 毕竟我只是个凡人而已 何况亲她 何况 千千又千万百计的说服呢 是你难以推辞她的好意 终于决定想欺人之福 我这么诚诚诚意来跟你商量 你实在不应该挖苦我的 好 好 一个亲戚 我终于服了她 好 不开玩笑了 这件事回头我们各自禀报家人 然后找一天 你到我家跟我爹 想谈婚事的细节 一切由我爹做主吧 因为过几天 也许我要出城一趟 去办些事 我愁着 我愁着 你 你 你 小姐 哥 你有没有看见 清清和画老师啊 没有没有 那咱们就去那边找找吧 等他 等他 你们来得正好 去教师就别洗衣服了 他就在那儿 你不会自己去跟他说啊 他在生我气嘛 物理人也不说话 你让我怎么办呢 你让我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阿瑞 阿瑞 摆脱了 摆脱了 小种子 阿瑞 帮我忙啊 快叫他停走 他将来是要做少奶奶的人 这么冷的天 可别把手给捅坏了 快 快去 快去 学长 学长 我回家我跟你说 我回家 你们跟他说 不然他操心我的手 我才没什么做少奶奶的命呢 不要 你这个什么意思 快快跟他问他 什么意思 我请个问你 那个意思 意思很简单 就是我不嫁他了 快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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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不嫁我呢 你 我不可以 快说我说不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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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说 要我嫁他 除非从头追起 快嫁他了 我不要嫁他了 我嫁他了 你追男革层山 男的就迷迷糊糊晕了头 多没出息 好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来个男追你革层山好了 不只是革层山 是无数虫山 这样各有出息了吧 不要了 我是直肠子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可梅自然的想到哪儿他就说出来了 你还不知道吗 可梅自然的想到哪儿他就说出来了 没想到说着无意听着有心了 对不起 我错了还不行呢 我不是人 我该死 我 我下回一定多地 我不敢了 好不好 我不是活过阴了 您就饶了我吧 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过来帮我求情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我 我 我快点 我的天哪 总算笑了 这么大了 你的天 你看看你把我急的 人真都是好 我把你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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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抄吗 啪 是啊 老轩 啪 好 啪 看两个是吗 一块儿 assembly shit 全员 娘 布林就在跨院里 咱们去瞧瞧 好像挺胤one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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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汪梦 后面 天热 来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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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人真是怪得紧 黑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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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伟 又林呢 他已经走了 走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你没欺负他 没惹他伤心吧 娘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必为我跟又林的事操心费神了 整个下午 我和他还有清廷三个人 开诚布公的肯谈了一番 结论是清廷愿意退居第二 而我和又林 就听听你们的安排 择棄完婚吧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这才是 这才是 这才是啊 太好了 娘 心头上这块石头 总算落了地 真是开心极了 你说什么 今天是在迎亲的过程中逃走的 是啊 原来有个姓胡的财主要受他作小 没想到 他居然从大花轿上跳下来逃走了 还带了林家的一个孩子就是小草 这张子是啊 整个东山村人性皆知 我问了几个人打听啊 说辞也大同巧意 哎呀 我就觉得不对劲是有蹊跷 这才叫老罗去打听打听 可没料到居然会打听出这等事来 是为他知不知道吗 一定是被蒙在鼓里 否则明知有如此不光彩的记录 还会舍又林而要清清的话 那可真是叫鬼迷了心窍 糊涂透顶了 幸好他迷途知返 终于答应同又林澄清了 不过他是预备将清清收房的呀 本来这道也无妨 只要他是清清白白 规规矩矩的 我倒也是不反对 可是现在 现在免谈 你说 他们家还有些个什么人 哥哥嫂嫂 好 明天一大清早 你再跑一趟 找到他的哥哥嫂嫂 叫他们立刻来 把清清给我带回去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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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親07 园友好 麻烦 可以 好 我 好 嗨 受到你這股的脾氣啊 真比驢子還去 說討就討 撇下我們給你擦屁股 人家成天找上門來 要討回這些個聘經聘理的 是啊 大哥 不要 哎呀 你就甭害臊了 這事人家都是知道的 不然你當我們怎麼會找到這兒來 打死我也想不出 你會住在這麼客氣的人家裡啊 白豬是老月太太 叫我們來吧 對對 爹 娘 你們這是幹什麼呢 私底下對清清做身家調查呀 你們有什麼疑問可以問我嗎 我會想想細意地跟你們解釋 她是不得不逃的嘛 什麼 咱們城這事你都清楚 卻瞞著我們 你 你真是 是 好了好了 現在不跟你啰嗦了 既然清清有家又有兇嫂 那麼現在理所當然的 她應該回到她自己家裡去 不行啊 當初她就是被她哥哥嫂嫂所逼的 現在怎麼可以再讓她回去呢 萬一那個胡老頭又不甘心 要她履行婚約那怎麼辦呢 爹 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說穿了 清清根本就是人家的淘妻呀 非方要是認證追究起來 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你別再糊裡糊塗躺進浴水了 哎呦 老爺 太太 你們愛迪打聽我的過去 因此更加嫌棄我 討厭我 這我可以理解 對於我的過去 我自己都因應為止 你們要趕我走 我也不意外 只要你們跟我說 我就會走的 我不會在這兒撕皮賴臉 為什麼非要記得我哥哥嫂子 叫他們把我抓回去 你們定要把我推回火坑 叫我去做胡老頭第四個姨太太 這樣才確定我不能糾纏示威 是不是 不會吧 沒那麼嚴重啊 胡老頭太太 你聽我說 我們家清清 是從大花轎上跳下來逃走的 又沒圓房 怎麼算是淘妻呢 現在拿你們家和那胡老頭一比啊 喔 米頭髮 清清 你才真是陶醉了 大嫂 瞧瞧你們家少爺 不比那胡老頭 不搶上個千百倍啊 雖然同樣是給人家做小 我們還是歡喜不同你們攀這門清啊 大嫂 人家都要趕我走了 你還在這兒不散不死胡說八道 哪裡胡說八道啦 我是在幫你說好話啊 大哥 大哥 對對對 我老婆說得很是啊 老爺太太放心 那個胡老頭啊 不難打發 他眼睛裏邊把那錢 看他比命還重要呢 所以呢 想問老爺借幾個錢 我立刻就 就把這事給擺平了 大哥 你還敢跟人家要錢 你說 需要多少錢 快說 三百塊 老羅 快去上房拿錢 不可以 怎麼不可以啊 為了你 我們跟胡老頭欠了一屁股債 現在請這位親家老爺幫幫忙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啦 你還說還說 連都給你丟禁了 小草呀 小草 小草呀 小草 小草呀小草 小草呀小草 你 你 你 腰子飞 谁听 绿叶绿叶为谁叫 小草呀 小草 小草呀 小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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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子飞 谁听 绿叶绿叶为谁叫 大树 有羹儿 有羹儿 翻冬 也有鸟 也有鸟 我 我 小草呀 啊 你 腰子飞 可 藏 几粮 你 腰子飞 可 藏 几粮 你 腰子飞 你 腰子飞 你 腰子飞 小草呀 小草 小草呀 小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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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谁爱风雨 为谁为谁临终笑 小草呀 小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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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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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谁爱风雨 为谁为谁临终笑 小草 花 花 儿 也有鸟 花 儿 也有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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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儿 也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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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小草呀 啊 你手紧折磨可曾烦恼 你手紧折磨可曾烦恼 啦啦啦啦啦